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预批准 第二 正式批准 第三 办卡阶段 第四 续卡阶段 在预批准阶段 需要您具备阿尔兰的投资移民的基本条件 且能够按照移民局的要求准备相关的申请资料 那么递交申请资料之后 大约6到8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预批准函 拿到预批准函之后 需要去安排打投资款 包括安排地类签 然后这个时候 打钱过去之后 项目方就会出去收到款项的证明 并且通知移民局 那么移民局就会给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正式批准阶段 拿到正式的批准函之后 那么由律师将会为您预约阿尔兰移民局的办卡时间 那么预约到办卡时间 也就是在窗口的正式的半个小时 都是位于您和您的家人 所以这样您就可以能够在办卡之后 大约一星期左右收到阿尔兰的居住卡 那么拿到居住卡之后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能够后边换到三年居住卡 以及三年居住卡后续如何能换五年的居住卡 那么在换卡条件的时候 我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 那么在两年卡换三年居住卡 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 证明无罪 第二 每年入境一次 第三 不去领阿尔兰的滴宝旧地 第四 您的投资仍然处于投资的状态 那么如果是团捐就要证明已经用于阿尔兰的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 那么三年卡换五年卡 那么您同样需要具备这样的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 证明无罪 第二 每年入境一次 第三 不去领滴宝 第四 证明您的投资在第三年是处于投资的状态 三年之后就可以去收回 这没有问题 那么三年卡换完五年卡之后 之后就是五年卡换五年卡 那么我们很开心的通知您 在我们之前操作的成功案例当中 移民局的批复函明确的写了一点 就是您换到五年居住卡之后 之后的换卡不需要每年再登录一次了 也就是之后表明五年卡换五年卡 您只需要声明无罪 那么以及没有去领滴宝 不需要每年再去登录了 所以您就能够很开心的一直换阿尔兰相关的这个居住卡 那么这个是居住卡以及本集给您带来的阿尔兰投资移民的办理流程 那么如果您对阿尔兰入籍比较感兴趣 欢迎您关注我们 将会在下一集当中 我们会给您带来阿尔兰的入籍要求以及办理步骤 所以欢迎大家添加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将会给您带来更多的阿尔兰的精彩资讯 好 谢谢大家 阿尔兰的精彩资讯